我们来看看二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一张彩票挽救的相声演员 这个我们相声演员一般都是被门票挽救的 你们怎么是被彩票挽救的 这个我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当时奋斗的这个日子确实很苦 没钱交房租了 都是仅剩的几十块钱 我们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买彩票 明天我们必须要交房租了 我们就要博一博 看看拿这个彩票还能不能留在天津 然后呢王志伯老师呢 就花了四十五块钱买了一张彩票 精心选号一个一个选 选完以后 我一看他都选完了 我要买一个 我说来个鸡选的 鸡选选完了十五块钱 揣对了 然后买完晚上开奖的时候呢 他一个号没中 我中了九百 我就拿这九百呢 加了三百块钱 我就交了三百块钱 当时其实要没有这张彩票 可能就留不在天津了 很有可能 听着就挺难的 就说像其实一天演的不少 钱挣不了多少 而且也其实没有什么正式的舞台 除了街旅游团 就是半夜 对 那时候住的怎么样 哎呦 我的天哪 住的就别提了 七楼知道吗 我们住那地方 七楼没电梯 这一栋楼里 只有三户人住 其他的全部都是毛胚房 你但凡这毛胚房 你但凡有个门行不行 它那连门都没有 就半拉房道 我们这一上去以后 这风就开始刮 一刮了这房道门也没有灯 刮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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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谁受得了啊 住在绿皮车里了 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 几位 没有暖气 然后房东就说 你们这样吧 你们可以把对门那个毛胚房的暖气 卸下来 然后安排咱们家 然后我们就把对面的那个卸下来了 结果安了也白安 怎么了 没钱交暖气费 那时候真的是挺艰难啊 太艰苦了 收入多少啊 我可能比他还多一点 他五千块钱 我七千 那可以啊 可以 我演的真多啊 我天我这一天 我最少我得演七八个 最少啊 一段二十五分钟啊 各位 很艰难啊 确实很艰难 挣的钱也不算太多 现在怎么样 现在生活的确还算是啊 特别的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车也买上了 房子我也买了 是吧 啊 房子虽然说不大 但是里边有暖气 交费了吗 没交费 也没交费 也没交费 哈哈哈哈 虽然当年很艰难 但是一步一步走来 通过自己的努力 还是在生活上 有一定的提高的啊 对 当然了 甭说别的吧 反正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很穷 但是各位 我们的确很开心 嗯 这是真的 同开心